拜登到底是理解中方的反应 还是无能力理解 因为中方已经多次的表达 抗议 反对 而且军方已经表达 我会用你对等的方法 对你类似的行为 那么做出同样的行为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气象科学的气球 到我的空域来 我就把它打下来 类似这样的一种表达 但是拜登把它理解为 中国理解他的做法 那这个认知上确实有点问题了 那要不就是拜登说谎 就是要不就是拜登说谎 当然当了媒体记者 向美国的民众说谎 要不就是拜登的对于 我表达抗议 又表达反对 我会用对等的方法 把你的气球干掉 然后我这样的一种 一种表达严正的态度的时候 你的解读是说 中方理解我的行为的 所以我们的关系不会变的 这个能力不简单 这种能力真的是不容易 这种厉害厉害 高明的政治人物 一批天下五难事 我想这个不容易 好那我是觉得说 美国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一直不太了解的地方 就在中方已经多次的告诉全世界 说你美国的国务院 跟中国的外交部 从来没有公布 也没有说 这个布林肯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要到中国大陆的 什么地方去访问 都没有说 你美国国务院 也从来没有宣布 中国的外交部 也从来没有宣布 那你那都没有的话 那等于是中方没有邀请你来 那你怎么叫做推辞呢 这一点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就不理解了 就是说那我都没有邀请你来 那什么叫推辞呢 更何况我们就假定 假定布林肯要到中方去访问 那你是主场是在中方 那你跑到中方去访问 就代表你要去示好 那你要去示好 那你本身如果要去示好 你又本身去摆出一个 要示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主场在中方 那中方会开心吗 还是不会开心 中方当然就说 那可以来你回家吧 你就不用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道理 这个就你看 连一个很简单的 当初你拜登政府 刚上来的时候 杨洁篪跟王毅 不是飞到美方的主场 阿拉斯加 就是美国的家 但是选择一个 两边都对等距离的地方 但是还是在美国的家 在阿拉斯加 双方要见面的时候 是中方有意要改善 给你美国的关系 结果美国的态度是说 我们实力说话 实力说话 我们用白话来讲 就是拼拳头来说话 那当然杨洁篪 就马上还给你颜色说 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回过头来讲 那你今天你是美国 你到我家来 你 我杨洁篪都是去示好的 你来 你反而要跟我比拳头 那对于中方来讲我是主场 跟你两个巴掌 就滚回去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 当然不会动手了 这是抵御性 好是野蛮的行为 但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当你美方要到我家来的时候 你却摆出一套要来示威 例如说就在宣布美方 而且透过放话宣布 说要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搞一个军演 再搞一个制裁 再搞一个金色华为 再搞一个美日核的 所有的半导体的设备 不能卖给中方 你的所有的行为 就是等于是示威 那对中方来讲的话 你来干什么 我是觉得 这个是美国人在玩这个权术 坦白说玩得很不漂亮 没错 这是一个重点 这个不单单是反应过度 而且是花费过大 拜托 全世界最贵的飞机就是F-22 F-22配备的飞弹 响尾蛇飞弹 九行的 也是全世界最贵的飞弹 用这个最贵的器材 打掉一个 我觉得有点好笑 因为我在大陆过年 现在大陆最流行的电影 叫流浪地球 但是这次发生的是流浪气球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里面整个过程当中 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 你讲到拜登本身 这个做事犹疑不绝 确实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在一月底的时候 中国就有一个气象观察的 这个叫做 它叫做Airship 应该算是个气体 或者说是我们叫气球 比较像 然后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美国的国防部 你想想看 整个天空上都是美国的卫星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他老早就知道 知道以后 国防部跟中国联系 他们非常确信是中国的 中国的话 基本上的话 也没有否认 甚至于在美国直接问的时候 就表达遗憾 这个都知道了 因为他们强调 这个是一个气象气球 但是到了美国 大概发生在2号 3号的时候 突然有人肉眼看到了 我不知道他肉眼是怎么看到 因为实际上这个流浪气球 飞行的高度 是大概是8万英尺到12万英尺 因为照理说来讲 你要看到的话也很困难 但是他既然看到以后 那个在蒙塔拿州的机场 还停止运作两小时 就是说要制造这种声势 然后就开始讲 这个气球可能会带炸弹 来观察地形 然后蒙塔拿州 就有150个核能导弹的发射器 他是来观察的 所以就从流浪气球 变成间谍气球 好 这件事情到这边 越演越烈以后 就是跳出来的 准备串访台湾的麦卡锡 就说这个证明 拜登很软弱 他不说这个还好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如果是 川普如果当总统的话 脚就打下来了 哇 这不得了 那这一下的话 就触碰到拜登 最敏感的神经 因为拜登刚宣布 他要准备选连任 这个就麻烦了 然后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就发觉这个事态刚好 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强调 布林肯原来 在2月3号的时候的金融时报 的头版头条 里面说 布林肯要访问北京 而且他说了三件事情 让北京听得是非常不爽 第一个是这个对于 改善关系对中国是好的 第二个是中国主动要邀请他的 第三个说他会遇到习主席 他会遇到习近平 这个讲完以后不得了 这个产生了一个效应 就是说他接着就说了几件事情 这个新疆的问题又重新提 在这个世界这个宗教的高峰会 然后的话呢 又针对于这个美国又联络了荷兰跟日本 就不卖这个高科技给中国 然后这边的话就针对于台湾这边的事情的话呢 就是那个众议院要跑到台湾的那边来开听证会 然后另外在菲律宾的话呢 要搞了一大堆的军事基地 然后那个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 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一方面 其实大家要注意啊 布林肯要到中国访问 是去年的11月20号在巴黎岛的时候 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啊 那个时候拜登啊 83岁的人小跑步啊 然后呢握着那个习近平的手 然后一只手不够两只手 他的目的就是说美国主动希望改善这个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务卿布林肯来到这个中国访问 那么这里面也说明了 他事先没有协调好 然后呢这个媒体一造势 那借着这个机会 借着流浪气球的机会 刚好呢 就是说是反映一下 然后打下来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一旦开了以后又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经常有这种非军事的这种气球飘来飘去的 那在以后的话 麻烦会不断 但是不管怎么讲 拜登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受攻击的一方 土耳其这个悲剧跟叙利亚北部的这个悲剧 还在上演冲 因为余政还是继续在政 以土耳其目前的一个国家力量真的要完整救援 恐怕做不到 所以他非常需要世界各国的协助 我觉得大家有力出力去帮忙 看起来依照土耳其他们自己的规划 因为还是要尊重当事方他们的规划 给予他们必要的一个援助 例如说怎么样去救援 怎么样尽快的把人救出来 那以后的复原或者重建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目前来讲先把人都救出来 我想这个都在抢时间 那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也都陆陆续续都到达了这个土耳其 台湾也都出发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我们也看到大陆也好 美国也好 也在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土耳其 那多表达这个质疑 而且也提供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援助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地球村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这边提醒一下 因为土耳其没有加入欧盟 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他不是欧盟的 加入欧盟关税同盟 但是他不是欧盟的成员国 那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穆斯林的国家 所以欧盟的 因为欧盟都是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他们一直就排除了土耳其加入 他们虽然嘴巴讲他们是宗教自由 而且是宗教尊重 但事实上是有排他性的 所以他们找尽各种理由 就是不让土耳其加入欧盟 我再强调他们是找尽各种理由 土耳其也很心知肚明 其实欧洲国家也心知肚明 但是所以他会做一套两个标准 那就是欧美人他们的基本的习惯 我们会来谈一下美国跟德法欧盟的关系 很简单 马克宏以国事访问的姿态 进入了美国 要跟拜登来谈有关于 抗同胞法案的补贴的问题 您看之前德国也给他声援 也给他做了很多的动作 然后他们狠话都讲尽了 说德法欧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必要的时候会使出杀手箭 但是你看当马克宏去的时候 被拜登这样子四两泼千斤就带过去了 鲨鱼而归 什么东西都没拿到 现在派两个部长去 您觉得会有用吗 我个人觉得功能不大 因为美国一定给他推推 可是欧盟面对美国快把掏空的情形下 他现在也在违反WTO的规定 他用减税的方法 用补贴的方法 当初他也指控过台湾 很多美国也指控过台湾补贴一些产业 当初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为了培养我们的半导体 我们也培养过我们的汽车工业 也都有给补贴 他们都指责我们给补贴 我们今天站起来了 结果现在欧洲竞争不了的时候就开始补贴了 所以当初占优势的时候就指责我们补贴 现在他占劣势的时候就自己也来补贴 我是觉得欧洲人 有时候欧美人输的时候就可以违反规则 赢的时候就指责别人 好 最后一点 我觉得英国人真的是三输了 他当初始料未及脱欧输了 以为脱欧以后可以跟美国建立自由贸易体 也输了 然后现在又跟追随美国跟中国大陆搞翻了 也输了三输 欧洲英国的下场 我想短时间难以平 这个所有的消息 全世界所有的乱源都是牵涉到美国霸权 全世界的乱源基本上 美国霸权是三方面了 一个就是美军 另外就是美元 还有一个是美国梦 就这三点 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 那这个美元有今天这个地位 美军我们不要讲了 那个打气球是很厉害的 那没话讲 那那个美国梦的话 我们从小就在美国梦里长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做成了美国梦 回来都很嚣张 这个是事实 但是美元本身请大家了解 美元基本上就是石油美元 而石油美元当中最重要的国家 因为美国在七零年代的时候杀了个大谎 在尼克森总统时代的话 美国脱离基本位 没有投资任何国家 那个时候法国是最早的赎回来四千顿黄金 那个是最聪明 因为戴高乐从头到尾就不相信美国能够撑得住 所以说美国的怀恨在心 但是它取得了沙古地亚大国的这种保证 沙古地亚大国的保证 保证美元基本上的话 你知道美国印一张每超出来是0.02美元的价钱 然后用在面值上随便它写 好心一点写一百块 坏心一点还写过一千块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美元本身的这种做法上来讲 所以说唯一现在世界上能够有资格对抗 我告诉你 这个俄国跟中国本身来讲 都很害怕美元的这种封锁 对不对 唯一能够有办法翻转的就是沙古地亚大国 因为他自己的油够多 而且他自己的话 国家的储蓄够富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对于现状的情况来讲 他也是无法再容忍了 这个李家超目前为止的刚好 就是香港的特殊的财经地位 跟沙古地亚大国想要输出的能源地位的话 他们取得 他们所取得的是 香港的股市可以容许Amico 然后到香港来参加他们的股市 然后香港本身的话 透过中国做后盾 就是购买了沙古地亚大国的原油 这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 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卢比尼就讲了非常重要一句话 就是说美国这种嚣张的特权 就是美元的特权 为其不远 因为世界上大家都会发觉 美国人的享受确实是超过了 他的工作所得